先介紹一個袋子 這次都是新回了三個袋子 都是一個零格的圖案 三個都是真皮 我就慢慢介紹給大家看 有沒有覺得這樣搭得很難 剛才忘記了給大家看 看看自己喜歡什麼型 如果我剛才拍照的時候也有這樣搭 這樣的風格也很漂亮 很輕巧很輕鬆逛街的袋子 這個的確是比較小的 我先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 有一個半月彎的形狀 旁邊是有厚度的 而且是斜截的線條 這個是真皮 可以結合一下看看 這個是磨砂金色的配件 金屬配件 這個也是跟回磨砂金色的 對不起 這個位置 就是拍的 有磁石的 撐開了袋子 先給大家看看 有一個內格 有裏部 而且裏部 跟底部的封琴位 就有車線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那個袋子呢 袋子的鍊 肩帶位 肩帶位是這樣的 它整條是這樣的 這裡有一個大的龍蝦扣 這樣 這樣 穿了進去之後 就這樣扣回 就是一個 這個就剛剛好 配在肩帶位 也很便宜的 因為這些位置 肩帶位 接觸位的位置 做真皮 就會舒適一點 對 這個 有一點厚度 都放得多東西 這個款式是放得長銀包的 我上身給大家看看 如果我想再長一點 就可以扣 其中一格 雖然不是健康 但就叫做可以選擇 對 如果你有最健康的 一定是扣回這個位置 我現在就扣低了一格 如果你喜歡這樣斜背 那就要 擺一擺 因為它這個 那個厚度 不算太厚 如果你喜歡斜背 你也可以自己 有一點點靈活度 去調節 那個長度 但我自己覺得這樣 兩項已經很難 是那個長度都很友善 這個是真皮 對了 我沒有給大家看 後面也有 這個是袋子的後面 可以在鏡頭看多一點 那個紋尾 這個是後面